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740集 对方仅仅是散溢出来的气息而已 就已经镇压了他们跪地 无法抵抗 后期圣主都难以抵抗 这是什么人物 那微微身影冷笑 带着冷漠的笑容 开口间天地轰鸣 大道涌动 法则崩碎 扑扑扑 无数虚空行人直接爆碎开来 一整个伤队炸开 化为了血雾 直接粉碎 这种场景太恐怖了 像是末日一般 那两尊后期圣主更是惨叫一声之后 神魂俱灭 而他们的两具身躯 则是在枯寂的虚空潮汐海中 缓缓地漂浮着 最终 进入那巍峨身影的双铜之中 成为了他的战利品 非顶级高手 连成为他战利品的资格 都没有 数十万里之外 甚至上百万里之外 许多人惊恐地看着这一步 身躯都要炸开了 却是动难不得 惊恐万分 尊者 这绝对是尊者级高手 盖牙万古 执掌天雄 连天界大道都能凌驾 给予他们强烈的压迫 魔族尊者降临虚空潮汐海 这等消息若是传递出去 定然会引来整个天界的红 宇宙震动 老祖的老人家让我来此 寻找一个人族小子 将其斩杀 此人将影响我母族未来命运 根据老祖的指引 此死的气息明明已经进入这虚空潮汐海了 怎么找不到人了呢 这一道迷蒙的身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从无尽的幽冥中走出 没有理会远处虚空潮汐海中诸多伤对行人 只是站在这陨石附近 难尼的自己说道 他的双眸开合着血光暴涨 像是滴血一般 而在他的眼瞳中无尽的气息沉浮 竟然是演化出了秦晨 在这陨星上的迷蒙身影 以及那魂魔族尊者和魔力等人的气息 也是若隐若现 只是并不明显 显然对方也是无法直接追溯时空 直接找到秦晨的所在 无法窥探这里的一切 只是隐约的寻找而已 唯有火魔丹圣的尸体和魂魔尊者的七力嘶吼显得格外的惊喜 魂魔族的远古尊者 难道是当年袭杀天独丹尊的那尊老东西 我想起来了 当年天独丹尊那个老东西的道场 似乎就在这一片虚空潮汐海附近 当年我魔族派见魂魔族诸多高手前来 劝服此人 后来销声匿迹 似乎是同归于尽了 难道魂魔族那老东西没死 这身躯逆难说的 魂魔族尊者没有半点的敬意 反而带着吃笑之意 你家伙还真是白痴啊 当年我魔族各族都不愿意找天独丹尊的麻烦 那块东西可是个用毒的高手 万族都找他炼制丹药 无人干扰他 若是那天独丹尊那么好杀 还能轮到他魂魔族寝英 哼 不用脑子的东西 应该是被天独丹尊给坑了 只剩下了一道残魂 将要重新复活了 可惜最终还是死在了这里啊 被几个小辈阴死 可悲 这巍峨的身影 仅仅瞬息之间 似乎就要触碰到了事实的真相 隆隆说的 那个人族的年轻人 似乎刚离开这里没多久啊 既然本尊已经降临了 岂能让他逃走 本尊很不容易才从万族战场上脱身 来到此地 玩不成魔族大人的命令 回去之后会被老祖责罚 生死难料 轰的一声 这一方虚空直接炸开 这一道巍峨的身影找准方向直接追杀了下去 顿时 天河崩裂 虚空潮汐海震荡 他直接追杀了下去 如同星辰庞大的身躯 苏展开进外掌 在虚空潮汐海中横冲直撞 直接轰爆了一颗颗的死寂星辰 如同烟火绽放 横行无击 这等强者也有这样的底气 沿途所有阻拦之物都直接粉碎了 远处 那些原本被镇压的烟烟一息的伤队和虚空行人们终于喘了口气 一个个惊恐地站了起来 纷纷传讯 天 有魔族尊者降临虚空潮汐海 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消息 若是传递出去 整个天界都要震动 人族和魔族之间的大战定然会更加的狂暴 虚空潮汐海虽然十分的辽阔 人族并非完全掌控 但是 此地距离人族四大天界并不遥远 如果这里的阵地失去 对人族而言将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一瞬间 无数消息传递 在整个天界迅速地弥漫出去 在虚空潮汐海中行走的高手 都是天界诸多势力之人 消息那是太灵通 迅速地传播不断地扩散 轰隆的一声 整个天界都轰动 很多知晓消息的大势力都惊得炸起 仿佛屁股爆炸了一般 一个个冲天而起 消息迅速地向人族的顶级势力传递而去 一时间天界暴动 而此时那巍峨的魔尊身影在迅速地飞略 似乎在追踪着什么 而之前被震慑住的诸多高手 也一个个回过山来 有人远远地跟随在进行直播 跟踪那魔尊的动向 对抗魔族人人有责 也有人想赚取第一手信息得到好处 红龙的一声 无数的人蜂拥而来 虚空朝起海的某一处虚空中 一道身影飞速地掠夺 头皮都炸开了 浑身力量催动到了极致疯狂的头盾 正是秦晨 此时的秦晨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已经隐约地感觉到了 自己身后有人跟踪了 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他不断地推算 终于感觉到有一股滔天的魔气锁定了自己 是魔族的高手 而且是一尊魔尊 我去 我弄了 秦晨差点要破口大骂了 心头狂紧 像是受惊的兔子 瞳孔收索 并且 乾坤造化御蝶中 湛王宗主 浅神道大当家 暗幅圣主等 虚空朝西海的顶级人物 也都得到了一些讯息 有人将之前的画面传递了出来 他们再转交给了秦晨 让秦晨浑身发毛 那是一尊如同星辰般庞大的身躯 无比的残暴 无比的凶残 虽然同为魔尊 但是此人的力量比之前的魂魔族尊者那可强悍太多了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是全盛时期的魔尊 而魂魔尊者只是一道残魂而已 秦晨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么一个魔尊给盯上呢 难道是魂魔族尊者的朋友 得到他的传讯而来的 可是 即便是被魂魔族尊者召唤来的 他不是应该去追杀魔力吗 管自己什么事啊 杀死那魂魔尊者的又不是自己 哎 走走走走走 秦晨心中无语 他疯了一半的催动身去 他只是这样吐槽而已 但是实际上 他有一种感觉 对方并非是为了魂魔尊者而来 而是盯上了自己 专门为自己而来的 虽然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但是却是无比的清醒 后方 在那冰冷的星空深处 一对眸子睁开了 巨大无比 冷漠无情 一只巍峨的身影在迅速的赶路 正是那魔尊高手 本尊感觉到了 就在这附近 人族的小子 灵觉竟然如此敏锐 竟然能感知到我的杀意 所以先行离开了 难怪魔族大人让我亲手动手杀你 红亮的声音响彻 这魔尊在妮娜 目光闪烁着 这虚空潮汐 还不是人族顶级势力的范围 我也是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才能出现将其斩杀 若是让其进入人族天界范围 那即便是我也不敢随意乱闯 这次机会必须将其斩杀 完成魔族大人的命令啊 他说着 目光细血 一只小蝼蚁而已 以为在本尊手中逃得掉吗 这恐怖的身影开口 对秦晨的逃窜 很是不信 他感受到了 秦晨的修为不过是中期圣主而已 真的是太弱了 在万族战场上 这样的人物 他眼里根本就不够看的 他的体内不知道堆积了多少圣主的尸体 甚至不配进入他的核心秘境 被他炼化 因为中期圣主的本员对他而言 基本是没什么用的 他的尼南 十分的细微 但是却被有心人捕捉到 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尊魔族高手 竟然是在追杀一尊人族的高手 是什么人竟然遭到一尊魔尊的追杀 而且对方亲自降临虚空潮汐海不顾危险 这个消息传回后方 很多势力都惊呆了 哗然不已 纷纷猜测 难道是人族某个顶级势力的传承者 来到了虚空潮汐海吗 不然 这魔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可是 即便是一些顶级势力的传承者出现 也用不着让一尊魔尊出手吧 须知 虚空潮汐海虽然不曾完全被人族掌控 但是也是在人族领地的附近 他就这么出现 就不怕被人族盯上吗 直接斩杀 陨落一尊魔尊吗 在万族战场上 尊者级的高手 那都是主力军了 真正的一方巨头 化石人 若是因此而陨落在这里 怎么看 都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人族顶级势力得到消息之后 定然会第一时间派遣高手而来 轰隆一声 此时秦辰疯狂地逃顿 开启道道的空间阵法 他各种手段都失产出来了 身形像是在虚空中闪烁 如同是冲动中飞略 不顾一切 片刻后 秦辰刷地出现在了一片漆黑之地 这是一片无尽的黑暗之地 安静的可怕 一片宇宙深渊横梗在此地 像是截断了整片宇宙死意般的机器 秦辰冲出空间裂缝 到了附近 潜入到了附近的黑暗断层之中 因为根据岸服圣主他们讲述 这里是虚空潮汐海中最恐怖的禁地 虚海 关于这里的传说太多了 远古时代 这片虚海就已经存在了 曾经在这里陨落过很多的强者 秦辰靠近这里自然不是想找死的 传闻这一片禁地 连尊者及高手进入都有可能陨落在这里 这片宇宙的大秘密 事关宇宙的起源 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 曾经有人族顶级的势力派遣尊者进入过 但是啊 进入过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最终都陨落了 有的如石沉大海 毫无声息 也有的活着出来了 但是却不曾知晓这虚海中到底有什么 只知道里面是一片黑暗 一片祭武 什么都不存在 甚至连法则大道都没有 是黑暗的武 而奇特的是 这些活着出来的人 最终不知道为什么 出来之后 也都全部慕名暴毙 意外惨死 谁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让人惊悚 所以啊 虚空潮汐海中的虚海 也成为了天界最可怕的禁地之一 无人感激 此时 秦晨就靠近这片虚海 潜伏在虚海的附近 疯狂地逃算 他想利用着虚海 躲避对方的追上 嗯 虚海 轰的一声 虚空震荡 这一道如星辰般的 巍峨身形出现 浑身萦绕着魔气 如同是混沌魔神一般 太强大了 更立在虚海之外 只是 他也执着了小步 不曾贸然进入虚海 这等地方 即便是他 也不敢随意闯入 因为虚海中有大恐怖 这小子还真是有些手段呢 竟然利用虚海 逃避本尊追杀 轰隆的一声 他睁开了血色的双头 真的如两轮血月一般 暴涨而出的神红 无尽的秩序神烈 在他的周身 萦绕着 仿佛能看穿天地间的一切 小子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引起 魔祖大人的注意 但是被本尊盯上了 你就别想能活了 本尊想杀的人 还从来没有杀不了的 他微额而出 行走在虚海附近 沿着秦晨的踪迹 追了下去